中华市中央六丘卡的天上路 今天最五十点发生一间恐怖的交通一外 一台南空车在通过六丘下的时钟 艺术无助于各种犯罪 提出车身卡在六丘下 车头是整个变形 家室也被业在车里 现场卫兵是相当恐怖 南空车在通过六丘卡的时钟 地摘卡在六丘下 小红救后行员接到报案 外交现场要来太久卡在车头的大室 附近民众说 当时车两来来去去 牽到框一车就看到南空车 已经弄上力车卡掉了 我抓到 抓到 这可能这个手机 人家是怎样 没我们不了解 因为 毕竟人是他塞车 我们没了解 速度我很快 我没感觉 这种车我没感觉很快 坐在里面 坐在柜台 就听到 风一声 好大声 我还以为是我们前面又在施工了 中华警方表示 这台的车空车 由我们欧宝 按天上路 买入台中华市区 依苏市都恐怖小 不知道六丘的管道犯罪 这会弄上轎吊 卡在六丘下 那一部分泥车 那因为 灵性驾驶 不熟悉这个 中央路桥的线高 那直接开过去 那造成车头的回损 那目前 灵性驾驶 在医院 治疗中 那九车子的部分 那等医院 抽血检验以后 才有这个详细的九车子 那目前 那个伤者是 147 建访一出 中华市中央力求 下车的天上路 管道犯罪是3米里 这台的车空车 相关的所在有3米到 当年华头通过 家宿已经上帝因成交 上市 四国万英 还有需要单台调查